清朝的时候,泰山附近有一个叫蔡经论的书生,潇洒聪颖,却屡试不地,最放弃功名,潜心研究驱鬼压邪之数。 一天,他游览泰山,下山的时候,看到一个老道士晕倒在泰山脚下,便停下来救治,先给道士灌水喝,又拿出随身携带的干粮让道士吃。 老道士渐渐苏醒过来,对他说,"师不相瞒,我是龙虎山的道士,你我有师徒缘分,所以才假装晕倒试探你,你果然是个善良的人啊,可以继承我的一波。 蔡经论急忙跪下拜师,道士打开一个牛皮带,从里面取出两卷书,上卷讲驱虎,下卷言驱鬼。 道士将下卷给了蔡经论,对他说,"你有了下卷,吃的穿的和老婆就都有了。 蔡经论问道士的姓名,道士告诉蔡经论,他是龙虎山的无道员,道士在蔡经论家住了半个月,每天教他驱鬼的药爵。 从那以后,蔡经论经于驱鬼服术,名声大噪,前来请他施法的人络绎不绝,他也因此挣了很多钱。 有一天,来了一个白发老者,携带着厚礼,声称自己姓胡,女儿被鬼缠住了,危在旦夕,恳求蔡经论到家中施救。 蔡经论收下了礼物,随他前往。 走了大约十来里路,进了一片密林,来到了老者的家,只见红墙绿瓦,房射华丽。 进到屋里,见一少女躺在沙障里,少女大约十八九岁,形容枯稿,面色苍白。 蔡经论上前观瞧,他突然睁开眼睛说话了,神仙来了,多谢相救。 家人见了,都露出欣喜之色,因为他已经不吃不喝好几天了。 蔡经论走出闺房,向他父亲询问病状。 老者说,每天到了傍晚,就有一个少年偏然而至,与我女儿睡在一起。 等我们去捉他的时候,他就消失了。 过了一会儿,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来了。 我猜想,他一定是鬼,我女儿被鬼迷住了。 蔡经论说,如果真是鬼,捉住他并不难。 最怕他是胡经,就有些棘手了。 老者说,不是胡经,肯定不是胡经。 蔡经论交给老者一道福碗,让他贴在姑娘的床边。 这天晚上,他住在老者家。 到了半夜,有一个衣冠楚楚的美少年偏然而至。 蔡经论一眼就看出他是鬼,但是也不怕他。 美少年说, 我确实是鬼,老者家的人是胡经,我和老者的女儿胡妹全是有一段孽缘,才到这里来的。 鬼和胡经结合,不违背天理,你又何必拆散姻缘而保护胡经呢? 胡妹的妹妹叫狐狸,生的是美丽绝伦,我并不沾染她。 你可以娶她做老婆,老者如果答应把狐狸许配给你,你再给狐媚治粮。 我和狐媚的缘分尽了,还有几天,我也要暂时投胎了,请你宽限我几日。 蔡经论心一下暗自喜欢,便答应了,少年说完就走了。 第二天,蔡经论来到狐媚屋里探侃,取下福禄烧来。 狐媚神态清楚,开始说话,过了一会儿,一个姑娘走了进来,天资艳丽,宛若天仙。 蔡经论心下,这一定是狐狸无疑了,心中暗自喜欢。 她告别了老者,说回去取药,可是一连几天没有回来,老者的家中闹鬼更厉害了,这狐媚病情又加重了。 老者派人去请蔡经论,而蔡经论推说自己很忙,愁不开身。 老者亲自来请,蔡经论提出,愿意娶她的小女儿狐狸为妻。 老者要她保证治好狐媚的病,才把小女儿嫁给她。 蔡经论答应了。 蔡经论这才和老者一起去。 到了老者家里,蔡经论拿出浮碗烧化了,把纸灰放进碗里,让狐媚扶下,然后摆上祭坛,走起渔布,口中念念有词。 秋风清,秋月明,落叶聚海散,寒鸭,欺负金。 相亲相见,如何日,此时此夜,难为情。 如我相思门,知我相思苦,长相思喜,长相义,短相思喜,无穷极。 早知如此半人心,何如当初莫相识。 从此以后,狐媚渐渐恢复了健康,蔡经论也如愿去狐狸为妻。 她这才明白,当初道士的话,你有了下卷,吃的穿的和老婆都有了这句话的意思。 也明白了道士为何不传授她上卷驱鬼药局,因为道士早已算出她的老婆就是胡锦。